一早纵览全美热门城市头条新闻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0号 欢迎收看美国城市早报 今天的新闻内容包括西海岸 东海岸 美国中部地区和全美范围四个板块 首先来关注西海岸的消息 来看南加地区的新闻 美西时间3月9号据KTLA报道 尤森州长在周二的年度周情咨文中宣布了这项退税建议 他说 通过与立法机构的合作 我将提交一份提案 将钱放回加州人的口袋以解决油价上涨问题 关于该提案的细节不多 但州长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 政府正在寻求迅速采取行动 解决与此相关的数十亿美元救济问题 该发言人说 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提案 把钱直接放进加州人的口袋里 他将采取退税的形式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迅速采取行动 纽森州长专注于向加州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救济 由于俄乌的战争局势 人们正在遭受全国范围内的油价上涨 据悉 州长可能会试图通过州预算谈判 使他的提案获得通过 在供应链问题中汽油价格已经在上涨 目前加州是全美美加轮汽油平均价格最高的地方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周三加州美加轮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 攀升至创纪录的5.57美元 高于前一天的5.44美元 洛杉矶地区的一些加油站 每加轮汽油的价格已经超过7美元 下面是西雅图的消息 美西时间3月8号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地区的汽油价格 本周达到历史高位 每加轮售价已达4.63美元 当地警方提醒民众 当心有小偷钻进你的车底 抽走你油箱里的油 埃弗雷特警方表示 最近油价急剧上涨 影响了很多人的心态 当地油料盗窃案的数量明显增加 根据警局的说法 一些窃贼会使用橡皮装置吸走汽油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使用电动工具 直接钻进油箱 抽空汽油并损坏油箱 警方提示民众 尽量将汽车放在车库 或光线充足交通繁忙的地方 避免成为窃贼潜在的目标 如果有人看到任何可能涉及偷油 或损坏油箱的可疑行动 请立即拨打911报警电话 下面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东海岸 来关注纽约的消息 据《每日邮报》3月8日报道 一名在费城被捕的纽约市男子 受到十几项犯罪指控 他被指控在强奸同事未遂后刺伤对方 并残忍地捅伤受害者两名年幼的孩子 上周日晚间 39岁的倪恒健在犯案之后寄向警方自首 并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 严重伤害 鲁莽危害他人等各三项 以及强奸未遂 持有犯罪工具和盗窃等各一项罪名 据费城警察局发言人向《每日邮报》证实 凶手和女受害者是同事 但这起野蛮袭击背后的动机 及受害人的身份尚未被披露 据报道 受害者及其两个儿子住在梅菲尔社区 区科诺尔街3200号 与嫌疑人一样都是华裔 梅菲尔社区位于费城东北部 该社区有10%的亚裔居民 周日下午2点多 受害者在家中遭到嫌疑人袭击 女受害者全身多处被刺伤 她的大儿子的后脑勺被捅了两刀 小儿子后脑勺和左腿各被刺了一刀 三名受害者均被送至弗兰克德 多雷斯戴尔医院 一位邻居告诉媒体 周日下午 这对兄弟在被刺后从家里逃了出来 她当时站在自家车道上看到了他们 她回忆道 第二个孩子跑出来时浑身是血 从头到脚都是血 据这位邻居说 这两个孩子告诉她和其他邻居 嫌疑人是他们母亲的同事 她袭击了他们的母亲 在这对兄弟下楼试图保护母亲时 袭击者也用刀袭击了他们 这位邻居表示 嫌疑人很快从受害者家里出来 她担心孩子们会再次受到袭击 就让孩子们和她一起迅速跑进了她家的地下室 不过 嫌疑人当晚就去警察局自首了 然后她被送往医院接受鉴定 目前已被警方拘留 截至昨日周二 37岁的女受害者仍处于危急状态 她的两个分别为10岁和15岁的儿子情况稳定 来关注佛罗里达的消息 佛州警方表示 一名南佛罗里达州的教师上周被一名五岁的学生袭击后被送往医院 受害人出现头晕且反应迟钝的症状 警方表示 这起令人不安的事件始于一名潘恩斯湖小学的五岁男孩 因乱扔东西和翻转椅子 而不得不被带出教室 他随后被带到一个空荡荡的冷静房间 据称在那里袭击了老师 警方报告显示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坐在地上靠着墙的受害者 他似乎处于昏迷状态 受害者明显虚弱和茫然 能够有规律的眨眼和呼吸 但无法发出声音或表现出任何有反应的迹象 官员表示 这名教师被立刻送往医院 现在已经出院 警方方言人称 虽然年幼的嫌疑人仍在接受调查 罪名可能是用手拳头和脚进行严重袭击 但他不太可能受到刑事起诉 警方代表称 检察官很难证明这个5岁的孩子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工会负责人介绍 这名愤怒的特殊教育的学生的体重在50到60磅之间 老师被击打后出现了脑震荡和其他症状 据悉 涉事学校有近800名学生 年龄从幼儿园到五年级不等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美国中部地区的新闻 美中时间3月8号 据ABC新闻报道 警方表示3月7号 伊利诺伊州爱文斯顿的一家车行有十几辆高端汽车在一夜之间被盗 据店内监控拍到的画面显示 周一凌晨2点多 一火盗贼乘坐着一辆SUV来到了这家位于格林伍德1900号街区的车行 警方认为这火盗贼乘坐的SUV也是他们偷来的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火盗贼用一个物体打破了玻璃 然后进入了店内 他们进店之后便立即把报警系统从墙上拆了下来 然后这火盗贼在6个小时内偷走了14辆豪华汽车 据被盗车行的老板称 被盗的车辆包括保时捷 奔驰和奥迪 这些车的总价值将近100万美元 当地警方表示 这些犯罪嫌疑人能够让报警系统失灵 这无疑是让他们有时间能够盗走14辆豪车的关键因素 现在警方正在寻找这些盗贼 被盗店主表示虽然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 但他依然希望这些盗贼被省之以法 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美的热点消息 美国众议院周三就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一项法案进行投票 以便在截至9月30日的2022财年结束前 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 据了解 这项开支法案总额高达1.56万亿美元 相关法案文本长达2741页 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周三早些时候表示 这项法案中包括782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和7300亿美元的非国防项目 以及价值136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和156亿美元用于国内外的新冠纾困资金 据报道 国会必须在周五之前通过这项支出法案 以防止政府关门 随后参议院将需要批准这两项支出措施 并将其交由拜登总统签署 然而在周三晚间众议院的投票过程中 民主党领导人被要求放弃 156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资金 这一僵局使原定的投票推迟了几个小时 报道称 民主党议员们最终放弃了这项156亿美元 用于其国内外的新冠纾困资金 对于136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资金 报道称 其中大约一半将用于给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 另一半则是用于向乌克兰以及临近的波兰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格鲁吉亚等国提供军事援助 据俄罗斯塔斯社当地时间3月10日报道 当地时间10日上午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 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三国外长会谈 这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乌高层首次直接接触 据了解 此次俄乌外长会谈持续超过一个半小时 据俄罗斯卫星网消息称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称与拉夫罗夫的会谈进展困难 双方没有达成停火协议 在俄乌外长会谈结束后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记者会 他表示 乌方在本次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开放人道主义走廊 库列巴说 会议上各方谈到了停火 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库列巴继续说 俄方提出如果乌克兰不投降 俄罗斯就不会停火 但乌克兰很强大 我们不会投降 据细 除停火之外 此次会谈内容还涉及到改善马里乌布尔 哈尔科夫及苏美等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状况等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们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您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观看 明天同一时间 美国城市早报与您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